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這一段採訪 要為大家請坐財經評論員李世文先生 李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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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禮拜見一次 就是草若一個堅定大事 有大事有小事的 總之關乎大家財產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覺得很重要的 但是也不一定是很大事 不一定是國家大事 天下大事 我見很多朋友問的問題都很切身的 都是很... 真是... 我想每天都想著的 就是錢怎麼辦 擺邊那些 今天都是一樣先講的經濟大事 然後再幫我們的觀眾朋友回答解答問題 因為世界銀行下調了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 由一月份的預測增長4.1% 就最深下調到1.2%到2.9% 要說這個經濟增長低微 會遲了10年 那麼他就說這個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呢 就是因應國會戰爭、通脹、加息 和中共病毒的影響 就是他的警告 不少國家都面對著經濟的衰退 全球都... 經濟增長... 進入長期的疲弱狀態 你怎樣解釋這個... 這個四銀的警告呢? 我想大家有幾個概念可以在這裏明白 第一就是什麽叫滯脹 經濟差其實有很多種情況 有一種情況就是 東西買到很便宜都沒有人買 我們就叫做賤物兜窮人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在香港大概2002年左右 那時候香港有些叫一元一隻雞 就是那些酒樓 為了吸引那些人去光顧 就叫一些東西吃 總之你叫一些東西吃 他就另外一元就送一隻雞 但是那時候就算是這樣 都沒有什麼人出去吃飯 那這些就叫賤物鬥窮人 這是一種經濟差的情況 有另外一種經濟差的情況 就是現在小銀說的那些 就叫滯脹 滯脹是怎樣呢? 一大家的收入已經是很差了 收入差到是怎樣? 沒有工作就收入差了 但是同時之間 東西就越來越貴 這個情況就很慘的 如果你有東西去變賣那些人 都游置好 你有層樓 我就住小一點 大屋半小屋 買了一層樓出去 拿些錢出去慢慢撕 有人是這樣的 大問題就是 你看到這個情況就是 所有人都輸錢 好像上個星期也有 有些觀眾聽眾問 通脹是怎樣可以自保 那我就不厭其煩說多一次 通脹是一個沒有贏家的一件事 沒有得自保 如果有得自保的 人人都自保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因為通脹 是很難防的一件事 因為這麼難防禦的一個問題 所以滯脹這個情況就是 通脹加上衰退 就是通脹高 失業高 這個情況就是現在 世銀預測的情況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 現在問題就是 你剛才說 俄羅斯戰爭 病毒等等 很公道地說 再加上一件事 其實如果你是過去二、三十年 都有在市場裡運作 你就知道一件事 其實你說是不是很好景 很好事呢? 我只會說一句 今時不同往日 以前大家說的那種 紙醉金迷 可能我們真的 有生之年都看不出來 就是1980、90年代那種 就是很朝氣勃勃的世界 可能我們會看不出來 那麼 其實剛剛第一次疫情爆發了 2020年的時候 我都已經有一個感覺 就是會很差 但是 過了兩年 沒事發生 大家好像不錯 不用上班也沒事 甚至乎現在很多人不上班 那麼 好像有一點點 我那時候說 大件事 我還說 會不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 最大一次的衰退 那麼 最終沒有那件事 那麼我又不敢說 不會發生 但是 就是 我當時我很怕 就是那個 其實 疫情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震盪 那麼想不到 因為這個疫情 俄羅斯的普京 其實普京是很 為什麼普京選這個事 選大規模進軍烏克蘭 其中有一個說法就是 他知道你 就是其他發達國家 無論是歐洲國家也好 美國也好 已經開始面對通脹 你是沒有辦法可以 承受一次這麼高的 就是再加劇通脹的油價上升 那麼 在這個背景之下 我想他覺得可以趁你病 拿你命 那就出兵烏克蘭 其實根本跟什麼北約擴張 完全沒有關係 北約什麼時候是 這一兩年來擴張 擴張了什麼 是吧 根本就找個理由 但是 你說更加接近的理由就是 經過這兩年的 就是 這樣去大規模 這樣大灑金錢 看到通脹已經開始升溫 你各國現在叫做 剛剛在溫液道走出來 俄羅斯不趁現在去處理了 他境內的這個心腹大環 為什麼烏克蘭是心腹大環呢 之前都說過 其實大家看回 在俄烏戰爭之前 其實白羅斯也好 哈薩克斯坦也好 其實都有些民間的 不穩的狀態 這兩個 就是前蘇聯的地方 現在是他們的很忠實的盟友 其實 已經是蘇聯的如下板圖裡 跟俄羅斯一樣 最後剩下的幾個極權的國家 他們的人會看到 你烏克蘭可以開放改革 你烏克蘭可以變成西方社會的一份子 你是白羅斯的人民 你是哈薩克斯坦的人民 你都會問為什麼我們的政府還是這麼腐敗 如果白羅斯和哈薩克斯坦都可以變 那俄羅斯裡面的人民都會問 為什麼我們還是要由普京和這一幫 其實是前蘇聯年代已經流下來的 這些權貴繼續掌權 是不是 所以其實 根本說到最後 就是普京和他那一幫極權的權貴 是為了自保去做這一次戰爭 就和北約根本無關 如果北約最接近聖彼得寶 最接近莫斯科 又怎麼會是烏克蘭呢 你不搞波羅的海那三個國家 是不是 所以根本說不通 這件事 好了 現在說回一會 就是 加上俄烏之戰 就令到本來已經不是很穩陣的 這個經濟 雪上加上 那現在我覺得 滞漲這個情況就很明顯 問題就是 是不是十年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十年 但是 這種差是很久沒見過 七十年代 都是滞漲 都是類似的情況 就是 就業是一般 那麼 最慘就是物價很高 如果你看回七十年代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七十年代還有一些叫做新興市場 就是日本還是 朝氣勃勃 在亞洲 都還有一些新的機會 那所以其實七十年代 你說香港其實都是百物行貴的 回想起七十年代 如果我們已經有些觀眾聽眾 叫做上年幾 七十年代 那時候好像許冠傑那些歌 其實都是說打工仔 很慘 人工又低 物價又貴 但是至少也有份工 是不是 還有一些機會 這次應該是 比起七十年代更差 但是 如果還要比七十年代還差 還有沒有其他對比 我想是我們這一代人 沒見過的景象 一定不單止是 亞洲金融風暴 亞洲金融風暴 那隻差 可能已經是我們心目中最可怕的 但是亞洲金融風暴 是一個很快 很快打完的一件事 現在回想回頭 那時候九六年十二月 其實太豬已經開始 有些 不是很穩固 去到九七年七月 就太豬貶值 到九七年十月 就殺到香港 九八零六月 就香港已經去到很差 但是 去到九八年的第四季 其實都回來了 前後說兩年多一點的時間 這個就是亞洲金融風暴 兩年多的時間 但是亞洲金融風暴 有上下集的 下集是什麼呢 下集就是由 這個千禧年的 第四季 2000年的第四季 一直到2002年初 那個其實是亞洲金融風暴的下集 當時香港的情況 其實還需要九八年那次 那次的特點是什麼呢 慢慢慢慢的 陰一點陰一點陰一點 就是 九七年十月那隻跌法 是很急的跌 由2000年 就是911之後 那隻跌法 是陰一點陰一點的跌 但是跌的時間長一點 但是 都只不過是兩年左右的時間 去到2003年 其實美國這邊都慢慢的復甦 香港是因為經歷了沙士 所以遲多了兩季 就要去到03年底 才慢慢的回復 但是由03年底之後 你看到我們這邊 哪怕是當時08、09年 金融海嘯、歐債危機 香港好像什麼事都沒有 就是少少衝擊 但是不是很嚴重 但是我的觀察就是 你看到樓價不斷升 股票其實好像沒有什麼升得很多 但是其實如果你看整體 香港的股市市值是大了很多 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看到 股票市場有 有吸納的能力 所以就印多了股票 那你在外面看你就覺得 好像恒指都是差不多這些位 但是不是的 因為實質的股票量是大了很多 就是增發了很多股票 不只是恒指成份股 那段日子其實多了很多新上市的企業 那些日子是 尤其是2008年 2009年之後 在香港做證券業的朋友 最賺錢不是炒那些 就是 期貨啊不是指數啊 不是炒那些大籃籌 好 最主要賺錢的業務是什麼呢 新股上市 專門做新股 那也是慢慢由做新股 變成了 就是做那些大陸的學股啊 做來買給大陸人啊等等等等 那這個其實整個演變 你看到是 有一個特點的就是 越來越少人 可以從這個公開市場 裡面賺到錢 真正得到利益的是少數人 那好吧 這個就是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種滞藏 不過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一般的市民 未至於去到沒有了份工 但是你看到的 我有時候都替那些年輕人慘 尤其是你是 在說2010年之後 才加入這個 就是出來打工 投身社會 其實他們的機會少了很多 他們的人工 也都是跟那個物價 樓價等等 開始脫節 你看到為什麼是那時候開始 那麼多香港年輕人說 成功要靠腐幹 是因為他們父輩那幫人 經歷過七八十年代 甚至乎九十年代 但是他們沒有機會去經歷 那現在問題就是 這個現象 不只是香港 而是擴散到全地球 那麼這個是我擔心 就是由疫症剛剛開始的時候 到他後面印銀紙 我都一直很擔心就是 死了 曾經出現過的滞藏 就是香港其實一直都是滞藏 如果用這個標準 會擴散到全球 那麼這個情況 就是分析就是這樣 依書直說 但是你說有沒有解決辦法 那麼這個我真的很坦白說 沒有解決辦法 我也看不到這條出路 但是 這件事就很灰 就是我每次跟你說經濟的時候 都說得很灰 但是現在是真的很灰 我不是一個天生很悲觀 就是故意要說到一些事情很慘 但是 如果你說現在那個 就是 未來的經濟環境 我 就是簡單 很快趣的總結一下就是 我不是怕它 突然間 大崩盤 不是怕它突然間 暴跌兩三成那隻 可能都會發生 這個不是最可怕的 很多時候是突然間 股價暴跌之後 不跌都跌了 反而沒有事 最怕的是什麼呢 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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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 陰下陰下跌也不要緊 我不是只是說股市 最慘就是另外一邊商 你無論年輕也好 年長也好 你那個收入不能增長 不可能跟到通脹增長 就是說 越來越多人 是變得貧窮 這個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說一說香港的股市 即是正過太空 今年的上半年 香港的股市 IPO的新股上市 大幅減少 第二季其實已經過了兩個月 但香港得到三折 公開招股的新股掛牌 香港的衛技師行 我預測今年的新股 集資的瓦 預測得到一半 百分之五十 但它就看好 下半年就會受惠於 中概股的違規 中概股你知哪個違規呢? 是美國回歸的 因為美國差不多百幾二百 美國要求他們脫牌 如果是要脫牌的話 他們就會回到香港 他覺得 太好下半年 好 首先 就是 剛才那節都有講過 自從 過去十幾年來 香港的股市 真的已經沒有人炒大籃籌 大籃籌是很穩定的 這個正常的 大籃籌股價當然是穩定 定義上 那 真的在股票市場操作 賺錢的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新股 所以新股差呢 證券業就寒冬了很久了 我也認識不少做證券業的朋友 他們自己都轉了炒美股 到了這期美股又差了一份 他們基本上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那當然 其實又公道一點說 今年港股的表現相對是好的 相對全球股市都是好的 所以 反而就是 現在就 有一點點的情況 和大家習慣的 有點不同 因為 我想很多 可能入了行 只有十幾年的朋友 很不習慣現在的情況 因為我也說了 之前賺錢就是做新股 其實新股上市 賺錢的方法都不外乎 就是 借錢給人去抽新股 證券行就叫做做放數的生意 那些人買了新股又會買賣 把倉放在這裡 其實就賺這些少少錢 以前做股票就是幫人買買賣賣 現在買賣賣賣又不多了 新股上市又不多了 其實就這樣 你看到股價升 其實做證券業是沒什麼好做的 所以我看到有一陣子 香港的證券商 其實本來已經很慘了 唯獨是 因為 又是大陸的因素 就是有很多大陸的資金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想 在香港有一間證券行 所以有一期 差不多是最後一期了 17、18年左右 我知道的時候 很多本地做證券業的 那些就把自己的那間行 有人要就賣掉了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甚至乎你看到近期 我也是在網上看到的 有一間證券行 被業主說他沒有交租了兩個月 那些證券行 名字就無謂說了 那間證券行會告人 老實你小心 不要說他的名字 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 對於股票證券業 我都覺得是 前景有點暗淡 那但是 好了 對於一般的小市民 可能你買了一些股票的 那可能都會關心 那應不應該 拿著股票啊 還是怎麼樣啊 那 首先 我不知道你拿什麼股票 又不知道你拿多少 又不知道你身家多少 所以就很難一概而論的 我每次都說 如果有人問我這些理財的建議 一定要多問幾個問題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很普遍的跟大家說 每次出現金融災難之前 香港都有一個特點 永遠都有這個特點 無論是07年那次也好 97年那次也好 就是在金融災難發生之前 大概半年左右 你會看到香港有一個小陽春 你會看到香港有一個小陽春 那你會問 是不是這麼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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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原來 再早上 就是70年代那次 73的股災 都一樣是這樣 那為什麼 在金融災難之前 你看到香港的股市 都會有一次的小陽春 原來是有得解釋的 解釋就是這樣 其實香港 又回去 我經常很喜歡說 聯繫匯率的問題 通常你看到 在這些環境之下 其實香港 就是資金最後一個避風港 其他地方已經慢慢的資金撤退 最後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或者他們還沒有撤退的地方 就是香港 亞洲金融風暴是這樣 70年代那次也是這樣 甚至乎去到07年那一轉 都還是這樣 就是每一次外圍環境 我講的是那些全球級數的金融災難之前 通常 資金最後一站都是香港 多少都會有一些資金流入 資金流入多少都會推高的股市 每一次被推高的事情都有些不同 以前就是那些大籃籌 正如我剛才所說 07年是最後一次那些籃籌有人炒一下 後來那些籃籌基本上都沒有怎麼炒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很多那些大籃籌 其實已經變成了 一些基金的 我們叫做 就是他們 副全的股票 例如你強積金 裡面買了的股票很少會賣的 或者其他退休金 或者其他ETF 變成市場上真的流通的量 不是那麼多 沒有以前那麼頻繁 那所以呢 為什麼那些大籃籌的股價 又比較相對穩定 那你說跌些什麼呢 其實在美國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真的 那些已經比很多 主要的 就是被動式基金也好 主動基金也好 拿了很多貨的 其實他們 已經也是 市場上那個交投的 頻繁程度也少了 那好吧 如果你現在看剛才的問題 就是 你說現在新股上市少了 那麼 中概股回歸 是不是一個利好因素 我覺得 這個說法 是 差一點邏輯 又少了 又多了一些主觀願望 舉個例 在香港上市的 就是 有股票在香港上市 有公司來香港上市 是不是代表股市暢旺 大家要把邏輯搞清楚 應該是說 正常情況下 你的市暢旺 那大家當然是 借那個機會 就賣股票 就套現了 是不是 你的市況不好 你的股票又不是買到好價錢 你幹嘛要等那個時間上市 除非你很等錢使 那麼 這個就回到中概股的問題 這些中概股 如果在這樣的市況之下 還要來香港這麼急上市 我唯一的答案就是 他很等錢使 他等錢使又不是壞事 就是說 他的股值應該 有些折扬 是吧 便宜一點 如果你偉高人膽大 又未必買賣不過 上星期 我在一個專欄裡 我也有寫 1997年10月23日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那一天 為什麼我這麼記得呢 因為那天叫做黑色星期四 很有名的 就是因為當日 銀行同業的結餘 就非常之緊張 那麼大家都要問金管局借錢 不是問金管局借其實 是問銀行之間借 真的沒得借了 才看金管局有沒有得幫幫忙 那一晚銀行同業拆息去到300里 就是視為之黑色星期四 為什麼發生這件事呢 我就發覺很多大陸人不知道 所以 不要說大陸人 香港人都不知道 那一天就是 我們有一隻叫做941的巨毛霸 在香港上市 那當然上市不是那一天才凍結 資金的 是嗎? 上市之前的日子 已經開始凍結 資金了 那的確 香港的 當時的恆生指數 也不是10月23日才開始下跌 是10月23日之前 一個星期左右 開始就 狠狠地下跌 所以你說如果有 巨毛霸來香港雜誌 你也要看看環境 股市很暢旺的時候 由你再大件的東西 我們也能吃下去 那市市不好的時候 你這樣賺東西上來上去 你很等錢用嗎? 是嗎? 你很等錢用的 那你開聲 賣便宜一點 也這麼說 當年941賣的價格非常之便宜 如果他上完市 即日就已經跌了兩成 我還記得有很多人都說 哇 那一天很經典 因為很少這些大型上市的公司 你第一天上市的股價就插碎 如果你過一天買了 那你肯搜一年 由1997年10月23日 搜到1999年10月23日 那你基本上你就 叫做收成正果 其實過一轉 第一轉我沒有記錯 去到1999年科網股的高峰 941這隻東西 是去到80多元 他上的時候是20元 第一天跌到17個多 16個多 升了5倍 一年之內 那問題就是 你搜不搜到這麼久 一年多 不是一年之內 那如果你能夠搜到 那就是你的 所以 這些股市的賭博呢 我就很難預先教定大家 不是好像買馬 四場幾號 買 讀贏交位置 這麼簡單 就好了 是不是 都要看下你的情況 又要看下你 具體你買了些什麼 要想買些什麼 就很難一過二論 所以說市場是好不夠 市場是好不夠的 市場再差都還要得到 但是沒有很多人可以賺到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 應該是很少的人可以賺到錢的 這些日子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賭錢的 那些人很喜歡玩 不是那些 不是散戶操作的日子 那我们讲回中国大陆的话题,好吗?李先生 好啊 中国的经济衰退 李克强总理也有说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最近他就很截恋不断地召开经济为义 因为中国的抗疫封城的措施 但有一个现象可能大家更加关注的 是今年大陆的 高校大学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 规模非常之大,差不多有一千年七十六万人 藏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所以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些大学毕业 如何在大陆现在这个经济衰退的环境之下 就议 看到一些媒体报道就是中国大陆的那些豪客 你用一些方法叫那些大学毕业的时候 签一个纸就说他们就议 可能已经说就议了,这些诡价的讯息 这个就是想提升他们的假就义的数据 做数这件事呢 这个神奇的角度就什么时候都有了 但是我跟大家再追索一下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大概他们当时都是90年代 可能8、9、9、9、2000年那些日子出生 在他们的经历里面 这班人整个家人只有他一颗仔 甚至可能他父母也只有一颗 是不是 已经存了两代都只有他一个 那么 其实 他们不做事也没有问题 哈哈 就是因为有父母养 父母不止 还有阿公阿爷阿婆阿婆 是不是 好了 因为这个缘故 这班人其实他们的就业动力是非常低的 首先已经 你说没有东西做 不行 要急于找东西做 其实你看到的 如果你真的马死落地走 什么都肯做 什么都肯制 那去工厂打工可以吗 去餐厅收拾桌子可以吗 大学毕业生当然不做这些东西 这个正正就是反映了中国经济 遇到我们叫做中等收入瓶颈的问题 这个经济实质的情况 我们在外边看 平时就只是看到一些大城市 我们只是看到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可能成都 武汉 重庆 大城市 二线城市 除非那里是你自己的乡 否则很多人都不知道二线城市的状态是怎样 三四线就更加少 去到那些乡村地方 我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情况是怎样 你说一千万毕业生 有些就是当时可能就是在三线二线城市的 他们在大城市已经找不到机会了 你相信我 那去到二三线城市 回去做什么 不会有事做 不是没有工给他们做 是没有对他们的工给他们做 除非他们愿意 那我做工厂也没所谓 我去做其他也没所谓 这帮人将会无所事事的 有一段日子 这个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 应该这么说 这个不是经济周期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大家要分清楚 我经常说 如果一个问题是周期性的 那你就等下 就是好像一年有四季 有淡季有黄季 淡季就收起来 黄季就出去做事 但现在你最怕就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 看样子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状态 那你这个人是事实地说 中国你就一定畅谈 不只是中国是这样 最惨的就是全地球都是这样 美国其实何尝不是这样 美国都是这样 不过没有那么严重 也没有那么尖锐的情况 例如我刚才说 人口结构的问题 在美国就不是这样 那所以 这里还会有些年轻人 会马死落地走 大学毕业生又怎样 去麦当劳收拾桌 就去麦当劳收拾桌 大学生也可以收拾桌 是不是 在这里反而会有这样的情况 反而在中国大陆 毕业生 大学毕业生 你不是叫我去快餐店做 所以我看到有些说法 不如叫这些大学生 去做一些基层劳动 问题就是 他们已经传了两代 都是只有一个 数上有 他们叫做什么 六个大长老 是他们当他们如珠如宝 你真是 如果找不到工作 做在家里 之前又说不让他们打机 又不让他们追星 那怎样呢 这班人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是纯粹一个经济问题 那好了 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我说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不是一个周期性问题 最终你都要处理 那你可以处理是怎样呢 以前正常的情况 只有两种做法 一就是这些人 没有办法找到 适合的工作 如果在以前的世界 他们就会往外跑 不如读多个学位 读多个学位 通常都会去外边读 现在可能就在自己国家读 没得出去 那读多个学位 又怎样呢 没有工作 再读多个学位 教书 其实也没有说不行 但是 去到什么时候 去到30岁 你只是把问题一直拖延 那这个就真的是结构性问题 那这个是一 第二就是 你始终都要回到中国的经济 本来做开一些什么生产 或者做开什么服务 在很长的一段日子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主要靠出口贸易 就是我说很长的一段日子 就是由改革开放之后 去到加入世贸 加入世贸是最后一次出口增长 是大幅增长的时候 在这个同时 其实当时还有一样东西出口 但是出口的东西 就不是我们看到的冷气机 冰箱 那些东西 是什么呢 出口的就是股票 有很多中资企业 有很多中资企业 中资概念 就买股票出去 那当时主要在哪里买呢 就是在香港买的 那我自己令市写了一篇文说 大家记不记得 由第一只香港上市的 红丑 就叫做青岛啤 我那时候还是中学生 我那时候借家人户口买的 那么 1993年我没有记错 上市的青岛啤 也都是由1993年开始 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一路急升 升得比他们的出口贸易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在香港买股票 那好了 现在刚才我们那一节都说了 出口股票这门生意都没有了 当然你说 就是刚才我说的 为什么这么急要在香港的股市 再打算做起它 就是因为这个是它其中一样 可以出口的东西 但是今时不同的 90年代的中国故事 你拿了一些红丑 来香港上 当然那些人买一个铜镜 这个地方大有发展可为 问题就是放在2022年的时空 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种看法 已经看着中国经济增长慢慢放缓 已经是和世界接轨了 说得好听一点 那我不当你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我不当你是一个高增长国家 那你就没有了那种吸引力 那好了 在这两个情况之下 你这一代的年轻人怎么办 这就是刚才第一节第一个问题所说的 我不是怕纯粹的股市跌 或者流市跌 我是怕是一种长期的收入 慢慢放缓 不单止不增长 还要慢慢地减 因为我们其实香港人经历过 香港人如果以人均 年轻人 毕业生 人工最高 其实97年应该是一个高点 但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有十几年时间回不了那个位 一直去到07年其实都回不了那个位 我很清楚地看到 你如果在97年之前毕业 加入商界 有一份工 上座位的话 其实你和97年之后才毕业的人 你无论是收入 你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地位等等 你是差一段 那好了 现在就是中国也终于面临这一次的景象 他们没有经验去处理这件事 未曾处理过 如果你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规模是这么大 你只是说一年的毕业生 都在说一千万以上 是吧 明年又会有一班新的毕业生出现 再明年又会有一班新的毕业生出现 加上三千多万人 四千多万人 五千多万人 你怎么办 一个国家有 几千万 受过教育 本来以为自己有机会 但是最终他的机会落空 这个是一个社会不满的 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你看其他地方也是 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类的社会不满 有一种对政府对社会不满最严重的时候 通常就是这样 不是单纯的穷 而是他们没有想过自己会穷 但是结果 发现 离开了校园 进入社会 原来是穷得这么紧 那么我猜 他们将会怎么处理呢 第一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说 哦 哦 现在我们知识型经济 读一个学位不够 你们再读吧 再叫他们再读 那没事的 你各个院校 乐意去收回这些学生 再读多个碩士 鼓励你们读博士 希望两三年之后 警方好些 你这些人出来就没事了 这些叫挖头进士 我告诉你 挖头进士 就算在中国历史中 通常都是最麻烦的那些人 有多少造反 搞这搞老的 全部都是这些 读过一下书 但是没有出路的人 你不怕农民造反的 在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几千年 管治农民的经验 但是这个国家 一直以来都管制不到知识分子 最怕知识分子 那么好了 你还叫他们再读多两个学位 没有的 他们读多两个学位 不代表他们有知识的 其实知识分子这个定义 不一定是要很有独立思考的 知识分子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你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了 那么这帮人就是觉得自己是一帮知识分子 他们觉得自己是有 应该是社会的主人用 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了 好像无所事事的人呢 那么他们会很分世执促 什么都看不过眼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 哇 每年有一千万 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早几年就是说 重新搞一次上山下乡的 叫知识青年 以前 可能大家不明白 当年为什么要将知识青年 要上山下乡 订去那些九五八的地方 我想大家现在明白 是吧 同样的道理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 我觉得一个一直以来大家忽略了的问题 就是我们时时说 哦 那么增长放缸没事的 就是很自然的 那么增长放缸 是对这个国家 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影响 而这个根本性的影响 很快两三年 就要面对要处理 其实现在已经要面对要处理 那么如果他们还要隐瞒数字 是吧 叫那些大学生自己上报 自己找了一份工 这个遲早 又是一个罪状 那么 看看有哪些人 又会被 拉下马 有哪些人会做代罪羔羊 那么 也不怕说 你被逼签这些东西的大学生 心知肚明 在其位的人 在这里自欺欺人 以后你跟他们说些什么 伟大民族复兴 他们会怎么看你 是吧 所以 整件事是根本地去影响住这个 政权的威信 我不知道他们可以怎么处理 但是 如果你问我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跟我在第一节讲的问题一样 你说 全球经济需要10年 我不知道是不是10年 不懂解 不懂预测 但是 我只知道 这个问题 如果有很简单的解决办法 的话 我不介意跟大家说 想不到 但是 暂藏我们个人立场 我想这个节目的边 也会延伸到 回答各位观众听众的问题 一个很基本的理财概念 希望大家记得 要分清楚 有很多人问我 我现在有些钱 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有层楼怎么处理 我有股票怎么处理 你拥有的财产 但你只要握在手 它本身是 已经不会生财 即是 如果你有层楼 你不租出去 那层楼是 白白的 丢在那里 其实你 不要预期它自己 无端端会升值 它会升值 是 一个 很幸运的事 你有任何 资本 有任何财产 你都必须想想 如何使它 你的回报 是可以追得到 因为未来的日子 通胀 会令到 那些人说 不要紧要通胀 我就买房子 买黄金 就算拿房子 也好 你不会拿一层楼 去卖了 去换每一天的 喝喝吃吃的 开支 你也是要想办法 去售造 黄金 不能吃的 最终也是要变换 变卖 你变卖资产 你变卖得多久 是不是 所以呢 最终也是要做收入 要管好自己的收入 这是理财第一个 最基本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说 我会不会退休啊 我看你多少岁 如果六十多岁的朋友 六十岁 甚至七十岁的朋友 我有个 可能很难听的建议 出来做事 真的 未到八十岁都不要说退休了 李嘉诚都还在做事 他这么有钱 这么大年纪都在做事 我们凭什么说退休 没有了 退休这回事不再存在 那 就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是我们自己 那你怎么可能不做事 是不是 所以这个 是一个 唯一 我不理你什么状态都好 我也一定会这么建议 就是 只要你有工作能力 你都应该去工作 不是一个 就是 不是一个很 就是 不是说不想大家有机会休息 而是很久之前我都说 其实任何所有 退休储蓄 退休计划 其实都会因为 事势 要索出 适量的转变 现在就是要转变的时候 那当然 如果你说我有几亿身家 那你有几亿身家 那你有几亿身家 你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你问得我这个问题 我就知道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 试下找工作 年纪越大的人越要这么想 那你说 年纪小的那些 其实同样道理 就是 刚才说的那些大学生 他们不是没有工作 而是他们没有对他们的工作 就是 大家开始要 比较慢慢变得 可以接受这个时势 就是 做一下步兵 送一下餐 我觉得都要做 我自己也是这样 跟我小孩说 去一下做快餐店 去一下做一下救生员 帮人铲一下草也好 什么都好 怎样都要做 这个很重要 嗯 那现在去到解答问题的环节 好吗?李先生 好啊 或者这个问题 可以放在画面的下面 哦 太方便了 好啊 那你把问题 显示出来 那我逐条答 先讲第一个和第二个话题 好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如果被人踢了出Swift 你买了美金 到时候可不可以换到其他货币 是不是可以保值 这位同学 那么呢 重点就是 通常他踢出Swift 那些货币的银行 就没有办法和外边进行交易 那么其实呢 某程度上呢 今时今日呢 如果你的钱在中国大陆的一边呢 你就根本都不容易可以转 那么我想这个 就是 这个 就是 就是 香港的银行 就是 香港的银行 我刚刚看到今天 是不是今天呢 就是这两天 我忘记了哪一天 就访问了 这个Greenwood 这个Greenwood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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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坊间就叫他做联会之父 但是 我就很肯定 没有他做官之前 其实 香港已经有一种 某程度上的挂勾的 外汇 机制 那么 不要紧要 至于Greenwood的说法呢 我觉得很有趣 他在《信报》的访问 那么Greenwood就说 香港有不少金融机构 其实都是未知的 如果香港的金融机构 被踢出Swift 那么 其实 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些美资机构 所以 不会的 但是 我又这么说 麦当劳何尚不是美资 是吗? 苹果不是美资 一个一个 我一开战 不就是 鸡甘脚地走 所以呢 那 Greenwood 说的那句话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不过 我就会说 欠缺少少想象力 如果 香港真的被Texas 你其实 在银行户口里 我不管你拿什么 其实也有问题 也有麻烦 它不是针对你的货币 币种 它是针对你的银行 所以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 要分清楚 不关你拿什么 币种 如果 我都说 香港其实 暂时 还是很稳定的 又没有很久 去到这么危险的 大家又不用这么害怕的 不用特意 把钱转到外国的户口 这么快 还没有去到那一步 那么 如果你是怕Swift 这件事的话 其实买什么币 都没有关系 那么 但是 我的建议就是 看看你自己个人 在哪里 我觉得 现在问题就是 正如刚才所说 如果你 全球经济都不好 你把钱放在哪里都不行 到处都没有什么增长 最后一个 我们在说 三十四亿人的大国 本来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现在都好像 逛逛逛逛 那么 新的经济增长的亮点在哪里 现在有些人说是印度 那么我知道 有一排的人很看不起印度 就是说 那些人又懒了 什么 但是我想说 就是我自己在这里 在美国住了一段日子 我才这么说 我这里最 勤力 最聪明 的那些小朋友 最聪明的那些邻居 琴棋书画 就是文武相传的 十个有六个是印度的小朋友 是啊 很厉害的 其实 那么他们最聪明的人才不在印度 但是 他们放暑假就回去探亲 那么 所以呢 印度 其实 我几年前都说了 就是 我觉得 下一个地球的经济增长点 就是新亮点 印度 那么 我不是说叫大家移民印度 但是 尝试从这个方向去想 你如果有机会要买些股票啊 要买些投资啊 基金啊 那些就从这个方向去想 好 第二条 我自己读完的问题 不要烦了 都是 这个就是 这个朋友 就是 WH Chan 就是说 他自己和配偶都退休了 那 就是 退休没有固定收入 那 投资股票又不太顺 本来想着去澳洲 但是儿子不肯去 不如逆按揭 每个月赚一些固定收入 那 因为储蓄都很快会用完 如果买了一层楼 银子又贬值 那又要租钱 就是又要交租 那好像不太妥 想找一些意见 那 逆按揭就这样 逆按揭呢 有两个好处 但是有一个不好处 两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每个月有钱 放入袋 第二 你还可以继续住一层楼 住到过世为止 那 这个是个好处来的 那 我说不好处 不好处就是 他每个月给你那个钱 是一个定额的钱 银行出役 按揭就没有死错人 那当然 大家都是 就是 不知道 有多长命 银行就跟你赌 不知道你有多长命 那 但是另外 还有一件事 他们是 可以控制得到 就是 因为他每个月给你 一个定额的钱 这个钱 不会随着通胀调整 就是说 如果外边的物价一路上升 那你唯一 就是刚才说的好处 就是你一层楼 你还可以住下去 所以呢 外边就算物价 就是 再升也好 你至少有地方住 有瓦尖头 那但是你的钱 够不够用 就真的很难说了 而且 亦按揭通常 给你的钱 都 不是 真是很够你使用的 我 我见到大多数的例子 都是 叫做帮补客 如果你自己有些储蓄 可以撕一下 所以 我就 会这样说 如果 就是 这位 WHN 你和 这位配偶 其实 如果还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说真的 退休 有什么好做 在家里 就是满 找些工作 哪怕是 我知道香港是很麻烦的 看奸又不是容易给你做 做步兵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是走走 有时候未必能赚到钱 但是我知道有些企业 都 开始 会请多些高龄的员工 但是 这个越说越远 香港企业请高龄员工 一个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 就是买劳工保险 很麻烦 所以香港其实是有些政策问题 要处理的 这个政府不是没有工作 但是这个政府 就是 本来应该有正经的工作 也不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你问我 从一个经济角度 从一个理财角度 我觉得 不可以假设 六十多岁 七十多岁的人 是要退休 政府不应该这么想 每一位市民都不应该这么想 哇 我做了一世人的工作 还要做下去 其实以前的人 真的做到人生最后最后的阶段 你说农村的人也好 古代的人也好 哪有退休这回事呢 所以 我时时都跟大家说 就是 退休是一个很少人可以享受到的清福 有一段日子 地球的经济增长实在太快 有一班人真的可以五六十岁 可以不工作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常态 是一个例外 所以 我看到这位朋友 第一句就是 哎呀 两个已经退休了 那怎么办 我觉得就是 想想有什么可以做 是的 与其想逆案揭 不如想想自己可以做什么 当然逆案揭 我不是完全 dismiss的 但是 我觉得哪怕你是做逆案揭 你也要想想一个问题 就是 未必足够 是的 好 那么 下一条问题 那么 外汇基金买债券 会亏这么多钱的吗 因为 美国加息 当利息涨的时候 债券的价格是会下跌的 但是呢 其实外汇基金 不会说包赚的 如果有一件事是包赚的 那就是说不通 是不是 但是外汇基金买债券 其实这件事大家不可以说 哎呀 是什么这么差的 不是这样去看的 我不是故意帮他们说话 赚钱那些就知道是怎么样 其实外汇基金本意 就不是要来赚 它其实是要来守住 我们联系汇率7.8那件事而已 那它只要是 跟我们的百分之百 那个保障可以挂钩 就可以了 那你说对港元 你看上去 因为它买美国债券 对上去看上去好像是亏了 但是如果你对世界各国的货币 你不要用港元去计算它赚 你用欧罗去计算它赚 你用欧罗去计算它的金额 你用人民币去计算它的金额 外汇基金还是赚钱的 所以外汇基金赚这个 我想有一段很长时间 我觉得传媒也有责任 立法会那班人 以前那班都已经有责任 就是时时就追着 你今天赚了也赚了也 好像当自己的银行户口那样想 外汇基金 其实不是计算它赚钱 是应该 其实他们都应该要改改回报方法 因为你用港元去报它的赚钱 看上去很令人害怕 其实应该就是外汇基金用 其他一蓝指货币的兑换去计算 最重要是两样东西它能够符合到 一就是外汇基金还是否百分之百 甚至乎超过百分之百 可以确保港元联系汇率制度 如果是的 已经过了关 第二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这么喜欢说赚蝕 那你就表达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看上去 我们就因为买了美元债 所以好像就蝕了一些 但是其实呢 如果你看看我们的购买力去计算 以这个我们叫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其实我们就没事的 那当然这个很技术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 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大家搞错了一个问题就是 很遮重究竟外汇基金是赚钱还是蝕钱 哇赚了很多钱了 我们拿去花了 这件事反而是最败家的 没有一个基金可以永远赚钱的 如果有的话 介绍来听 我睡了 是吧 不过的确实 香港有一段日子 有人真的这么想 那你在弱美元的时候 又减息 你欠美债 那肯定是这么升 是吧 美国的低息周期 弱美元 过了十几年 那你好似一直都赚钱 但是这个不是永久 这个不是一个永恒的常态 所以就是这么说 好了 第四个问题 就是人民币 如果真的是香港的法定货币 那那些房子的资产 卖出去收回人民币 怎么换外币 好了 这位同学 我上回说到这个 联系汇率 如果有个中局的话 其实他们永远都不会宣布 废除联系汇率 这个是好消息 不过坏消息就是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 慢慢铺路就是 将人民币变成 首先就是一个香港流通的货币 最后一步就是宣布人民币 是香港的法定货币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暂时没有耐 但是 就是 我是说中局 中局可以是十几十年也不耐 可能是三五七年也不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就只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宣布了人民币是香港法定货币的话 就是说如果有人 给人民币给你找数 你是不可以拒绝 如果你拒绝的话 拒绝的话就当无数 一般买卖 街吃碗云吞面 那些东西就很小事 人民币就是人民币 是不是 你收了一张人民币 买了一本人民币 云吞面给人 那你就拿着人民币 去旁边七仔 去买一包烟 就没事了 那你对方 人家是不可以拒绝的 OK 所以 不是一般 日常交易的那些问题 最主要 要担心的是那些 发了债 发美元债的人 如果人家塞人民币 说找给你 那你不能走 那有些人 就是什么情况 我突然想起一个最 近期的例子 大家记不记得俄罗斯被制裁 刚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俄罗斯就宣布 他们那些债务 就用路报还给你 哪怕俄罗斯借下的债务 是用美元借 我都只是会还路报给你 听过了 是不是 那好了 人家这样找给你 你不肯收 不肯收 那就没有了 那张债务 所以你怎么都要收 那你拿了些劳报之后 那怎么办 怎么唱美金 那这是国下的事 那不是我政府的事 那你就自己和美国政府 说回 你的劳报不能唱美金 不关我事 我给你捉劳报 这不是债务违约事件 所以没有触发到债务违约 人民币做法定货币的意义 是处理这些大额的债务 就不是处理我们平时的东西 你不是说买楼那些 买一层楼那些 那怎么办 买一层楼那些 买回另外一层 那重点是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 不是那么直接 应该说大就大 不是那么直接的影响 那么 但是这个正正就是 人民币宣布成为香港法定货币会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就是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用人民币找数了 是不是 那存在的就是可以自由兑换的港币和美金 那其实那一刻开始 个个都会找人民币找数 没有人会花港币 没有人会用美金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也是下一条问题 就是如果把港币兑换美金拿回家放 还是怎样呢 这个其实和第一个问题一样 就是 你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 你如果怕 会不会有一天 港币兑换不回家 会不会有一天 港币兑换不回家 其实正如我刚才说 一 这件事不是明天会发生 后日会发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会有一个路径 你看到他们 人民币开始有很多 计人民币计价格资产 现在都有了 上市的股票 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们如果宣布 不如这样 我们所有香港的交易 都可以用人民币结算 这个又多了一步 如果再 流通货币 都还不是法定货币 是吧 法定货币的意思就是 再说多次了 有人拿着人民币跟你去找数 你不可以拒绝 这个就是法定货币的地位 现在还没有法定货币 这件事 连流通货币都还没有 不用怕 但是你看到他 将人民币变成香港流通货币 在股票市场 又报价的时候 港元和人民币都同时间报价 你看到这些迹象 你就知道 差不多了 到时才做事都未遲 但是到时就算我给你要做事 你都不要把钱放回香港 你的人都不要在香港 是吧 就是不通的了 好了 这个FCW问 香港外汇储备基金 是不是只是完整地放在香港呢 如果不是 还拿港币做什么呢 既然香港人都因然接受 是中国领土 不管什么银行业务 用人仔发币 不通用瑞士法郎英镑 OK 现在问题就是 香港人 因然接受香港是中国领土 就算你这么说 那问题就是 在中国领土上面 就一定用人民币的了吗 你不要只说香港 你走上去上边 大陆一边 你跟那些人说 喂 除了人民币之外 如果我给你们选择 去买其他东西 你要不要 很简单的问题 除了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之外 我全世界的股票都任你买 你会不会买 未必个个都买 但一定有人想买 不是 现在问题就是 想买都不让你买的情况 是怎么样 是吧 第二就是 也是那句 法定货币的定义 再说多次 现在法定货币的定义 不是说 你可以用人民币 你香港一向都可以用人民币 而是 如果有人拿着人民币给你 找数 你不可以拒绝 这个才是法定货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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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明白 我不是纯粹就是说 哦 用人民币 不是用人民币 是逼你收人民币 要分清楚这件事情 不是说因然接受 是逼你接受 要识分 这个问题 如果你自愿接受 没有话好说 你喜欢接受 什么都可以 我可不可以不接受 不行 这个就是个分别 很湿途 是吧 哦 有人用人民币 就是我们平时有时候说话 是不得精准 我如果写文章 我就很仔细 就是很多时候有人说 你写的东西 不是那么容易看 或者 就是 我尽量已经是口语化些 但是有些时候 用字我是尽量准确 例如 我不是说 可以用人民币 一向都可以用 不是说人民币流通 或者有时候他们的说法 国际化 什么叫国际化 这个定义不清楚 法定货币的定义是很清楚的 我给你 你没得不收 这个就叫法定货币 大家要分清楚 好了 那么 第六 第七条 有人说 长者买了保险性质的年金风险是什么 什么 个人可以在三百万上限加到五百万 意味是什么 好了 第一 年金 年金的风险 我不是怕它走数 年金的风险就是通胀 因为年金说了给你的钱 金额就是固定的 如果你通胀之下 其实你每年派的钱不是很见识的 第二就是你在外面加息的话 其实慢慢 你现在买下的年金是追不上 可能未来出现的那些 再高点息口的一些产品 是不是 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 所以 加息通胀这两个情况 就是年金最大的风险 由三百万上限加到五百万意味 最初出年金的时候 我觉得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香港太多钱 市场上太多钱 不是政府太多钱 政府要找一个方法 去将这些钱 它不是割韭菜那麽简单 它只是想将这些钱 尽量避免它成为市场上那些 就是 油资 或者谷高楼价 谷高其他资产价格 它 出年金这件事就是想着 吸纳这些资本 那么政府吸纳了做什麽呢 是没有用的 它纯粹是 就是 有些像我们叫做公开市场运作的事 那现在将三百万加到五百万 其实有什麽意味 我就暂时想不到 但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 所以 哪怕它就这样加也好 都改变不了这个通胀和息口上升的风险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直接的 加息 风险 通胀也是一个风险 那其实你通胀很高的时候 息口通常都是很高的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买了年金的长者 或者想买年金的长者 要考虑的 那些人数 第八条就是 强积金 那理论上买什麽基金是你自己决定的 那政府怎麽拿来投资呢 其实就这样 就不是政府自己偷偷地 就是我从来都不玩这些阴谋论的 不是政府偷偷地拿了你的迫金去做其他事情 而是 有两种情况 一就是有些所谓懒人基金 预设基金 那时候预设基金是说得很好听的 管理费特别低的 低它的毛 低 比起外国的ETF 香港的强积金 是抢 是抢民产的 他们的管理费是贵的 那好了 这个是题外话 但是说回 那这些预设基金究竟买什麽呢 那他们当然是说一蓝子的资产 那一蓝子的资产 以前就不可以买 就是大陆政府发的东西 现在可以买 那这是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 其实因为你不同 你买香港的强逼金 你不能说 我可不可以只要来买盈富基金 可不可以只买恒指的成份股 哪怕就算是恒指的成份股 也好 那可能 他还可以有一个方法 不是那么直接 而间接一点 就是 那我恒指的成份里面 有几间中资银行 那中资银行的 他们的 就是 他们持有的那些资本 全转成为大陆的国债 是不是 那你就间接都持有大陆国债 其实最终他不是就这么直接 就是 不是好像打开个柜桶 然后就把钱拿走 不是这么粗犷的 他的做法可以迂回一些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 在这一万多亿的资金池里面 把部分的资金导向 变成持有大陆的国债 直接或间接 那所以呢 不是政府去做 是政府定了一个规矩 令到中间那些逼金经理 逼金经理持有那些股票的 那些企业等等 可以做这些事 就算他不改这个逼金的条例 其实你的银行 上市公司 一样可以间接去买大陆的债券 一样都有这个效果 是不是 所以呢 不是政府直接做这件事 而是他把那个规矩定到 变成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归根结底是强逼金 这个制度 本身要反对 不是纯粹要反对他一两条条例 我上个礼拜其实讲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要反对的话 是完全反对强逼金这件事 我还看到有些人糾纏 就是拍烂手掌 现在很好 强逼金没有对冲 这样那样 割韭菜割少你两寸 好不好 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大家都还在做韭菜 然后就说 哇 他至少留了一些根 不割 没割 是不是 所以 都是说那句 之前还有一些 懒聪明的社会动量 说 我们不如把强逼金 全部共产了 就变成全民养老金 我心想这些人真是蠢蠢 他们自己又不相信政府 但是又相信这些制度 最终就是 政府就改变不了 然后你就再虚了 虞不可及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最后了 港元挂钩一男子 这个纯粹说笑 但是也是那句 一男子货币这个概念 是读书不通的人才会说的 这个世界 你只有挂钩一个货币 或者一样东西 其实以前挂钩的就是黄金 如果你不挂钩黄金 那行不行 不挂钩黄金的实验 其实也是进行了 不是很多年 暂时 大家都是这样 没穿没乱到今天 但是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事 但是总之 挂钩一男子货币 是找自己笨 就是真的 又是跟刚才那些 就是当年支持强迫金的人 那种心态一样 简单的 直接的东西 不去想 就是想一些复复杂的东西 一男子货币是最不可取的 在各种的货币政策里面 自由浮动和挂钩 是两种 已经大家知道怎么运作的东西 一男子货币呢 其实是你不知道 就是太多 是没有科学根据 是没有一个法理基础 就是你不能做到一个 以法则为本的一男子货币制度 有些说 为什么不行 唉 我咬你不过你喜欢 但是我只可以依书直说地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全世界都挂钩一男子货币 知道那个结局叫什么 那个结局又是挂钩 就是全地球都用一只货币 那就是最原始的概念 其实大家首先要明白 什么是一个货币 在这几条被选择出来的问题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观众听众 特意传了一个电邮给我 你们错了 1971年之后 就自从放弃了金本位之后 所有的银子都是假的了 好了 由于这个只是一个YouTube节目 我没有什么时间和大家 很深入地讲货币的一些原则 和理论 其实货币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可以慢慢和大家解释的 就不是一个YouTube这个场合 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 你去消费的时候 其实那些人不是要你一张纸 而是要相信有一定的购买力 那什么为之购买力呢 那这些哲学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的blog 去我的substack 我慢慢有时间 再深入地跟大家解释 就是今天这个节目 看中国主要是讲一些事实性的 学术性一点的东西 我们放在其他地方讲 但是今天呢 暂时就回答这九个问题 希望大家如果未来 还有其他问题 还有东西想问的 我尽量都可以帮忙回答 其实我也看到有些朋友 例如第一个朋友 他都将自己的情况解释了 多些交代多些 包括他现在退休了 究竟逆不逆按揭等等 我都尽量尝试回答 但是可能答案不是你预期之中 或者可能这样的答案 才可以帮到你想想一些 再深入一点的问题 是不是 今天如果大家什么都不记得的话 只是记住一件事 经济是会差到一个点 有很多你原本以为 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 我想大家都要有一种心理准备 包括我是不是可以退休 很多人都问退休这个问题 我会给你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有能力工作的话 不要选择退休 只要还有能力工作 就不要选择退休 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只要你有工作的机会 我觉得也不应该放弃 那些人说 哇我读了这么多书 那你想想 我做了这么多年 我都愿意从头做起 应该要这么想 其实以前的人 反而容易接受这个概念 我发觉 就是 由头做起就是由头做起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一天 尤其是我想如果这个节目 有很多不是在香港听的朋友 这一句说话 应该更加 就是会更加重你现在的情况 那么 今天的分享暂时到此为止 Lucy 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 我想问一点点问题 你刚刚提到强制根 强制根取消对冲 因为这个草案 真的在立法委里通过了 预计最终都会通过的 还有最快可能2025年 会取消对冲 那么这个草案 其实它通过了之后 雇主就不可以以 它供款为利用 对冲雇员的 遣散费 和长期服务金 这个话题其实是 香港的社会都 社会都讨论了很多年了 跨界了两届的政府 但你刚刚讲的似乎 就算是取消了对冲 对打工仔来说 其实都不是一个喜事 不是一个好事 那 其实呢 所谓对冲 我不知道大家 可能有些朋友 比较关心自己的钱 所谓的对冲就是长期服务金 和这个遣散费 那么这个长期服务金 和遣散费 这个安排呢 其实就不是由强迫金出现开始的 是由以前 有一样东西叫做 多数 就是说八九十年代 有些企业 自己呢 就会为雇员 去储定 这些退休金 这个是很多年前 四十年前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有 如果企业有帮雇员去供这些 就是退休金呢 那他们就不需要在 就是 不需要再给长期服务金和遣散费 那这个也是由当年这个制度 过渡到强迫金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谓的grandfather 所谓的信大带下去 香港那些所谓商界的议员呢 就不读书 又不熟书 就不知为什么 就跑出来说 当年你要我们商界支持这个强迫金 所以才肯用这个做条件 传错 不是这件 不是这回事 那当然了 就是香港那帮商界的 以前的商界立法会议员 就已经是废了 现在那帮就更加不要说了 是吧 好了 所谓取消对冲就是说 没有了这回事 所以就要继续要给长期服务金和遣散费 好了 各位同学 今天呢 虽然长了一点 第一节和第三节都跟大家说了 就是 现在的就业环境是这样的 如果再跟雇主说 我长期服务金遣散费这些东西 现在很难搞 那怎么办 哦 很简单 就是取消对冲 那我以后不请这么长工 各位大公仔 恭喜你 刚才我才说 不要想退休了 现在 你连可以打一份长工的 就是愿望都没有了 多谢这些议员 多谢这个政府 好吗 有好处 老冲要请你这么长期 是吧 老冲要请你超过三年 现在可以不用请你这么久了 那就不要请你这么久了 是啊 是啊 所以以后 很少员工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打一份工作 超过三年 因为又要付长期服务金 又要付牵牵费 我为什么要做 这个就是影响 是吧 没有死错人的这个世界 然后那班议员就当自己成功争取 你争取了什么 现在不是一样 年轻人的收入 和物价和楼价和股价脱节 还差一点 现在你连在同一个地方 累积经验都没有 有部分的工种可以留得长的 包括什么 做政府工 公营机构 公营机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越来越多所谓合约制的员工 我们所谓不是乘位 当然是有原因的 以后很多就是 两年合约 结束了合约 结束了合约 如果续约就要继续这些东西 不续 以后没有人可以在一个地方留得太久了 你也不会建立到对一个机构的 所谓忠诚等等的问题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也是因此慢慢改变 到最终为了谁 我也不知道为了谁 所以你刚才说 不是一件好事吗 这些就是他们想你相信的说话 他越想你相信他 你就应该再想一想 不一定是说他们是错的 可能他们自己也看不通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一个社会环境 如果有人去指出他们这些愚蠢的东西 有什么渠道 我如果要指出他们愚蠢的东西 他们会不会听 好了 其他市民或者这个节目的听众听了 除了生气之外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现在香港最大的弊病 对吧 所以 还有 让我再踩一脚 现在的传媒水平 就是连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 都不会分析 还好意思 这些报纸还敢放出街上买 给我这些报纸 没理由要给钱买吧 大佬 连一件这么简单的事 都不会分析的 这些报纸 给钱买不是吧 唉 很唏嘘 说到这里 但是 取消对冲这件事 绝对不值得庆祝 就是这样 好啦 多谢你阿丽生 好啦 下个星期再见 各位 再呼吁多一次 有问题 尽量留言 如果有些具体一点的资料 你可以说一下背景 就是你的状况 我了解多一点 我会更加深入一点去说 要不然 有时候就这样 你怎么看楼市 怎么看股市 其实这些问题 不会每个星期都有新的看法 第一 第二 就是我看好股市 我就算它升 它也不会每天都升 跌 又不是每天都跌 股市如是 楼市就更加 楼市就更加看个人情况 当然我未必去到达到 太古城 我看中了哪个单位多少尺 这些我又未必懂 但是 从一个很简单的经济角度 去帮大家分析一下问题 都可以 希望大家拥有留言 多谢Lucy和你的同事 组合了这些问题 我都很期待和大家继续交流 那观众朋友留言 就尽量去具体一点 李先生的意思就是 那我搜索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看它真的有个问候 真的是一个问题 我才可以搜索出来的 有些多数朋友就是 有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 和 如何赞李先生 赞李先生 赞李先生说得好 李先生怎样怎样 这个留言就很多 李先生要看的 我们也要看的 是啊 我会面红 和毛管童 不用赞那么多 是啊 赞就赞得很多 如果我不看 我也不要拿下去 是 这样 OK 那好吧 多谢你 那下个星期再见 好啊 我也多谢你 好了拜拜 拜拜 好啊 你